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钱的问题 包括情绪的问题 什么东西都会这样 可是当你自己如果慢慢年岁大的时候 或你已经到了快退休的时候 你有没有突然之间回头看 你会不会就是你以前看的家里面那个老人家 你开始也喜欢碎碎念 你什么事都要这个样子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经历过以前那段 你会不会帮你的晚辈去想一下 帮你的子女去想一下 包括你自己 如果要做一个快乐的退休老人家的话 你的钱够不够 你有没有帮自己准备好退休的一些生活 钱够不代表一定要非常非常多 可是你知道该怎么样去运用它 你知道你的生活该怎么样的过 你知道你不要让孩子造成很多一些困扰 你真的做得到这一点吗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你要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大家来告诉你说 你怎么样能够看到你的长辈以后知道 你不要让你的晚辈以后这么为难 OK 好 来 一开始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周边第一位医药记者洪树金 大家好 资深护理师陈丽华 大家好 财经专家赵静宇 五哥好 大家好 心理分析专家吴慧明 五哥好 大家好 律师张成家 大家好 苏青 我没有办法理解 这一段 如果有人要送一个五成的套艇厨给你 他的小孩不要 你就知道 在一面老人家有时候让你觉得多恐怖 是 而且你以为是单单只有这个人的想法吗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那下面的留言区 普遍都觉得不要是对的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是 钱来就好 人不用 好吗 OK 我先讲这个新闻是什么 有一个网友他就分享说 他们之前不是亲民节吗 大家不是要去扫墓吗 扫墓的时候不是要跟祖先聊聊天吗 他就发现奇怪 旁边有一个长辈 跟祖先聊天聊很久 他就想说好奇 到底在睡念什么呢 就过去稍微听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 原来是这样 这个长辈觉得非常的不解 因为现在就儿子要结婚 对不对 然后作为一个老爸爸想说 稍微有点财力 帮他准备好房子 这孩子应该觉得很幸福 而且准备的也不是小房子 在高雄的三明区 算还不错地区 然后五成楼的透天错 还含车库 屋龄也没有老到比他爸爸还老 屋龄也就25年 这一切一切都觉得很合理 没有想到这个好意 在他儿子心里却觉得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因为儿子说我宁可住新的大楼 现在新一代的人 他觉得我买个新大楼住得很舒服 这样就好了 这老辈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这孩子怎么在想什么 这样儿子没有办法让他一直碎念 于是来跟祖先碎念 然后这个 那这个旁边的网友听到之后 就把这个故事po上网 于是大家就开始 当然不要 第一你不要以为只有大老年人 需要电梯好不好 我们现在年轻人也需要电梯 你这个透天错 没有电梯很困难 他说第二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自己买的 爸爸要来看你要先打电话 如果是爸爸买的 他随时可以来 以为是他去除 所以这就是买房子证人 对 所以我就买了房子 说这个房子是连人在一起 然后他就说 对啊 自己买的可以依据自己 比如说工作的地方的需求 或干嘛 这自由多了嘛 那干嘛去接受这个呢 显然大家现在想说 现在年轻人 你不要以为他们靠霸 靠霸的部分是 钱来就好 人不要来 那但是呢 因为有些爸爸妈妈觉得 我很好心我帮你准备 反正有些人别有心机 你知道吗 之前有一个 有另外一个案例是这样子 小夫妻要成婚了 要结婚了 于是男方呢 家里就觉得说 哎呀 儿子要娶人家 现在一般小孩子 也是生活不易 就帮他准备一个小公寓 想说一开始 就住小公寓就好了嘛 以后你们自己有钱了 就去换大房子啊 很合理 没想到呢 这个女方的家长 脑筋动得很快 买在那里 小公寓 马上在那同一个地团 很近的地方 刚刚好有新城屋 买了一个大楼 买了一层给他们 想说 假日的时候可以来住嘛 很近嘛 然后女儿就会想 拜托小公寓 新大楼 小公寓 新大楼 对啊 所以本来是偶尔去 有没有 假日在那边睡一下 突然间就变成 男女都一起 平日也在那边睡了 所以就变成男生女生就没有住这个男生准备的公寓去住了这个女生准备的新大楼 可是这是女方的爸妈买的嘛 所以三不五十来一下之外呢 就开始了 假日 假日来 假日来就会说 哎呀 女婿啊 是不是带我去附近那个 Course什么 买一下 我要去大卖场 然后女婿就觉得 我一到五要上班 礼拜六日还要上班 在你去吗 她说 你也是知道吗 我不会开车 一个礼拜也只有这样一两天 这样去 于是她就觉得 住了这个 还要我 假日加班 就是加家庭班 她说第二 你觉得说 如果这是你们的房子嘛 因为她不是买在附近 让你们可以顺便来住 对啊 所以呢 有时候下班之后 可能就穿着内裤 站在晃来晃去 突然 岳母开门进来 这边什么情形 突然间觉得很辛苦 一到五上班 六个日还要再来 侍奉这个岳父岳母 反正后来呢 双方就越来越 觉得难以共居 后来就离婚了 到离婚这下 就酷了 这个岳父想说 这房子我买的 后来你也都住这里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不会叫我付房租吧 你在这边的时候 租金是要付的 要不外储啊 大家离了就 话说回来 到了离婚 真的没有这样的情面 对 那时候该讨的 全部都会讨回来 但他讨到你 我觉得小五哥 你可能也没想到 讨到这么彻底 除了租金之外 他觉得那张床 有没有 你都睡凹了啊 因为你也知道啊 那个弹簧床 然后呢 睡凹了 所以你要付钱啊 你女儿没有睡 他那边还好 你女儿没有睡 他说我付一半 反正现在就说 这些长辈送的东西啊 大家要注意啊 有没有附加条件 那条件你能不能接受 想清楚的再拿 OK 对 所以如果这样讲完以后 你现在再回头去看 说送一个套挺鼠 给你 要不要 人家 要不要 我 你还没结婚吗 对不对 我还没结婚 好 那如果要是 我觉得身为法律人 我可能会 先跟岳父岳母 先讲清楚 了解他 是赠语的意思 还是别有其他对嫁的关系 避免右面的争议 你还没有 我女儿你都还没取上 你现在就跟我用律师的角度 谈这些问题了 我女儿以后嫁给你 这怎么会幸福呢 没有 因为身为法律人 我觉得有些东西 还是要 讲清楚 但是要委婉地讲 要委婉地讲 立华怎么样 送一栋房子的这些 你会送吗 你是说我送还是人家送 当然你要送 你现在还要人家送 这边都是长辈 我是晚辈 我跟你讲 这分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说 我今天要送给他的话 如果没有特定条件的话 就是说可以 不要说少奋斗二十年 至少轻松三十年 轻松就好了 对 不用奋斗 为什么不拿 当然一定拿 如果有人要送我小孩 或是送给我一定收 但是如果是我送我小孩的心态 我先跟你说 妈妈送 父母送给小孩的心态 一定就是希望他少奋斗 或轻松 然后不要什么 那为什么要突袭检查 其实那个不叫做钥匙开进去 那是故意的 因为身为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 你都知道 告知绝对会准备 突袭检查才是知道 到底对我孩子好不好 对不对 这个心态是 而且我怎么知道 你这里面有没有养小三小四 小五小六 我跟你讲 老妈桌间在床 人家小孩才会知道 你看 你妈跟你说的 说这个男人不可靠 男人千千万不行赶快换 不行 是不是这样 你女人 你女人这样怎么夹着掉 你现在就已经是这样 连岳母只是为了要桌间 所以才要去突袭检查 我跟你讲 男人不靠谱啦 不是 OK 对 那至于你说 去买个东西 不要这样 我们就是不会开车 就在隔壁 我们是想说怕你冰箱都是空的 你有没有虐待我的孩子 你买顺便要帮他舔冰箱 苏妻你干嘛那么爱计较 那买去就是买鱼买都 会不会花到你的钱 干嘛那么爱计较 OK OK 其实我们要用Uber E 他也不会 他最大一定要去 车就不会开 给Uber E 靳宇收不收 收 收 对 我会收 我站在于公于私 我都觉得我会收 于私 不好意思 我告诉你 我婆婆要送我的话 我当年一定收 因为她以前在信义区 信义处 收 当然收 一栋就是那种偷天处 没有电梯的 然后她就是不想爬楼梯 膝盖不舒服 她要去换有电梯的滑下 于是她就想说 我赶快把它卖卖掉 我那时候真的没想太多 因为自己刚好也在付房贷 我想你知道她卖多少吗 她卖多少 她卖四百万 你怎么没有跟我讲 对 我就想说 我那时候咬牙贷款 干什么买 你都应该凑四百万 去把它买下来 因为我 我真的事后去查 我现在我上节目前 我还颤了一下 你知道吗 两千万 不是 这对不起 你的代表 我们就你的代表是用什么 财经专家是吧 对 这位财经专家 对 财经专家 你那个时候 卖铜卖铁 卖什么也应该是 把它给扣下 太胜到去 就小时候不懂事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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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他急着要换变线 因为他要换房子 所以他就是真的随便卖 对 所以我在说 如果是我 我一定收房子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很多中南部 像最近也说好了 台积定要去设厂 蝦翼也在抢 台中也在抢 台南 高雄 不是大家都在抢吗 我懂 如果真的有一天 在你家旁边 台积定要设厂 你说你房子涨不涨 所以我觉得 大家也不要说嫌弃说 乡下啊 或是什么 我跟妳讲房子摆着 除非他真的是很偏僻 其实像我外婆家 他很偏僻 结果你知道吗 真的有征收 他还是有涨 对 土地还是有涨 对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他怎么样就是个资产 就像刚刚丽华讲的 我同意 减少奋斗二三十年 对 如果就财经专家 就算送鬼屋你都收 反正他就是个资产 我觉得我爸很开通 我为什么要讲这案例 就是因为我爸爸瞒着我 没有讲 我当年结婚的时候 他就用我的证件 然后去标了一个法派屋 银派屋 然后帮我出了这笔偷期款 好好喔 对 然后后面 但他就讲好 女儿 你的证件 你的名字 后面贷款 你自己付 前面我就帮你送你 就是等于一个嫁妆 我送你一个偷期款 然后跟你讲 可是那时候 我跟你讲一样 我老公小时候不懂事 生气 他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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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怎么莫名其妙 我还多一笔负担 贷款 千万 就你知道我爸帮我买在哪里吗 我爸帮我买在大安区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不便宜 可是我就想说 好啦 爸爸的心意 所以我咬牙我就开始付贷款 然后付了美妙多久呢 向山县 红县通车了 对 红县就是要挖红县 所以你知道我先生就说 你知道我真的好感激我岳父岳母 对 没有想到耶 我就好像赚到你知道吗 我说对 你就娶我 减少我奋斗三十年 对啊 对啊 你看有这么好岳父岳母 他应该把你爸妈 每天都请到家里面来 所以我要讲这个案子 就是刚才回应大家 我觉得没有错啦 就是很多人觉得 我不要跟父母住怎么样 一大堆 所以你想想看 它是一个资产耶 那我就想很多小孩 他不要 可能是个原因 就是赠与税 就是有可能 就是一个赠与税的问题 赠与税当然是 但有很多的小孩 会不会真的是 是树青刚讲的 就很单纯就是 你没有听人家讲过吗 现在有很多人 结婚的条件就 没有父母 对啊 然后就只有孤家购 类似这一些 父母双亡兄弟私和 对不对 就是这一种 你不要讲得这么狠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 我不想要你们来烦我 我们就要自己的小天地 或什么 有很多也许真的这样 我觉得赠与税 他们搞不好 还想不到那么远 可是五哥我还是要提醒 因为既然看我们电视 一定有收获 是财经专家嘛 其实还有房地合一水 也就是说 你用赠与的方式 或继承的方式 律师们一定都知道 对不对 他就变成说那个税 因为现在税负变成45% 没错 磕的跟有钱人 那个中所税最高税率 一样耶 所以就说你用赠与的方式 或是用这种什么继承的方式 变成说 如果你再拿去转卖 就像我想 哎呀2000 涨到400涨2000万 拿去卖掉 如果是现在 以前我那个时候 是没有这个税制 他现在有了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用这种方式 给小孩的话 哇要磕很重的税 所以呢 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用现金啦 就是因为每一年 那个我们赠与税 现在是一年是244万嘛 对啊 那你就用现金 补贴小孩一点 让小孩去买他自己 喜欢的房子 我是觉得所有父母 都应该像我爸妈一样 开通一点 至于刚刚讲的那一段 观众朋友可以大概要流程一下 就是如果要是用 刚才讲的 用赠与或什么任何这些方式 因为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那它的税率是可以减 它的税率减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一些年份的问题 包括你的户籍 设立与否的问题 这个你可以去请教一下 专业的一些代数 它会差非常非常的多 好不好 可是刚才讲到 那个就是心态的问题 显然你知道 长辈晚辈 惠美长辈晚辈的心态 真的不一样 收不收 我收啊 不收不收呢 刚才讲到那个就是 心态的问题 显然你知道长辈晚辈 惠美长辈晚辈的心态 真的不一样 对 收不收 我收啊 不收呢 收了以后有很多做法 对不对 是不是 好歹先收嘛 对 一定收 对 其实长辈 为什么会想送呢 第一个就是说 希望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之外 还有就是说 其实长辈年纪大的时候 他生活圈会变少 那变少他就没什么重心 那没什么重心的时候 他一定是 一定会集中到 他最在意的人身上 那就是子女 而且有一些长辈还是有那种 养儿防老的观念 那他们会觉得说 老的时候最好是子孙 围绕在周围 然后可以常常看到他们 又有趣 然后生活又有重心 然后自己好像还有些利用 被利用的价值 对 很多长辈会这样 所以他们 要是说可以的话 其实他们就会买这样 像我好几个朋友 他们就是嫁给那个先生 就是透天的 对 就是公婆住一层 然后她住上面那一层 对 然后后来我在 我朋友那天在FB就发言 她说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冰箱 她小孩已经过中了 所以在那以前 她都没有 都跟公婆共用 那跟公婆共用 一定是婆婆为主 当然喔 对 所以她就都没有自主权 但是说当然是 因为他们住板桥 还不错的精华地段 那他们就是房子也省了 然后公婆也会帮忙带小孩 可是她你看到 连自己的冰箱都没有 慧民刚刚讲 那个冰箱 某种程度是一个象征性的 对 这表示她在家里面 其实人家常讲 哪一个女人要掌握厨房 是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 就表示 她连这一点主导权都没有 对 她连冰箱里面 要摆什么东西都不行 对 一直到小孩国中 对 还好 中间没有去找张恒家 可是慧民你刚刚讲 就算是一层一层 其实这已经是 现代社会里面有很多 大家如果能力所及 那就你们一层 公婆一层 或什么什么这些 但就算一层吧 她还是可能会出现 钥匙一开就进来了 我管你是不是穿个那一裤 在那边闲晃的 如果是家里 真的有出现这种 或更何况 如果是住在一起的 对 那你还不知道 晚上她会不会爬上去 你们 被子要盖好 她其实是关心你们 到底能不能让她抱孙子 这些要怎么沟通 住在一起的长辈 基本上她会觉得 这叫关心 她不会觉得 这叫侵犯的隐私 那其实遇到这种情况 我的个人也会问我 我说 像钥匙不都可以翻锁吗 你说我从里面把它翻锁 是啊 你就翻锁 她进来就开不了 她一定要敲门 那就是一个预警 那你就可以稍微准备一下 再开门 OK 好 像刚刚说送房子也是一样 你一定要房子给人我 这些我也会想办法 对 想尽办法做这些 是啊 像刚刚那个女婿 那个问题也可以 那女婿她可以先沟通 你要我假日送你 我想睡觉 这时候太太很重要 谁的父母谁管 对 就是太太要去管她自己的父母 然后那个先生要去管她的父母 不要叫媳妇去对婆婆 这是不对的 先生也不要去对岳父母 对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然后坏人一定让自己子女当 我有个学员 她就是这样 她她父母也会 就就给的比较多嘛 然后就说 女婿啊你干嘛你干嘛 然后女婿就不高兴 可是她在她 她们夫妻说好了 就让她太太当坏人 所以她太太每次当她 岳父岳母提出要求的时候 她老婆就说 不要喔 我待会要出去干嘛 你不要拉我老公喔 对 然后她父母 父母顶多说 你怎么这样 她说 没关系啊 我改天再带你去就好 那这两天 我跟我老公有事 你不要来吵我 那车子我要用喔 OK 慧民刚刚讲的那段话 其实真的蛮重要 谁是父母 谁想办法搞定 对 因为父母再怎么样生气 她不会跟你讲说 你就不是我的子女 你就不是什么 没有 反正房地也已经过来了 OK 对 太现实了好不好 太现实了 我们不能这么现实 可是真的自己 总是有那个亲缘在 话也不会讲重或什么 但人家 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大家离婚以后 没有勤蔑也就算 我们大家都知道 离婚谈条件的时候 一定都没什么勤奋 连睡过的床 都要跟我算 这会有点过分 这个听起来是蛮过分 可是这个案子 会涉及到就是我刚刚讲的 可能是举证上面的问题 因为租金是有五年的 请求权失效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可能是一开始 没讲清楚 所以这个案例 应该是告不成的 他顶多是有诉讼的权利 可是他可能没办法 拿到申诉判决 因为法院 第一个就会审酌他 你们当初是怎么约定的 这个给你的小孩是 单纯的赠予 所以他可能会审酌 让他无偿让他住 还是是说有一些 需要给父对驾的关系 因为刚刚听起来都是 这个长辈有一些 要求一些对驾的 然后子女没有去旅行 但是其实事实上 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初都没有讲清楚 真的讲这一段的话 你说为什么 有人连给的房子都不要 你现在经过大家讨论 终于知道一件事 立法 会不会是这样 我给了你房子以后 只要什么事情不如意 我想你看 我审吃俭用了一辈子 我弄了房子给你们 我就是怕你们 受苦吃难的这些 是不是 我现在不过要求这一点点 你都不答应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要 我到后面那一段 不然就说 这是我的房子 那不然你们出去 那不然你们出去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某种程度 算是勤勒的一种 对 但没办法 我花钱了 我出钱买房子给你了 你被我勤勒一下也应该吧 我觉得这个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最可怜 然后我要奉献很多人 真的要放下 那因为我朋友 他真的是 还是放不下 他是47岁 到现在还未婚 他有四次的结婚机会 而且都已经论结婚价 一开始还只是交男女朋友 他妈妈就会说 你这么小 你就是这样子 万一那个男生怎么样怎么样 那男生不靠谱 怎么样就是 非常负面的跟他讲 然后 就那个 他就好 那就算了 然后就没有交往 一直到出社会 那是第一段 大学的时候念书的交往店 第二个就是出社会 社会的时候就是他的同事 有个男的对他非常好 后来带去给妈妈看 你知道他妈妈说非常棒 而且是主管级 非常好 但是男的一走之后 他就哭了 你走了我怎么办 没有 妈妈我们就在隔壁或附近 可以买房子 或者是我们买大一点 去跟我们住 你们我们怎么敢去打扰你们 对不对 你们夫妻好的时候 那万一你们又生了小孩 那我怎么办 我还是早起早好 人家说吃了有什么好 早起早好 严重 故障也没什么好 就这样子 类似这样哭 哭完之后 他就有跟那个男的表达 男的还亲自到家里来讲 讲完一出去又开始说 他就是对你这么好 那你怎么会舍得跟我在一起住呢 我怎么敢破坏你们家 就这样 然后后来就开始跟他女儿 就不吃不喝 然后女儿就说怎么会这样 然后医生诊断 忧郁症 然后就说他怎么会这样 后来就 他就跟那个男的讲 那男的就因为急着要娶 后来就就没了 对就无疾而终 然后第三阶段是到了三十 我记得好像三十五 三十几 那那个男的是二婚 他妈妈又来了 那就不可能 对 又来了 然后就说你看 他有了二婚又有个小孩 你们更不会 是因为那个还没有生 还可以不知道会不会生 这个已经有小孩 你们一定不会 然后我又来 然后这一次直接 就又是不吃又不吃 那最后这一次 第四次的这一次呢 他就整个他就跟我说 放弃了 等他妈百年后 看如果有再撞到我就算了 然后他说不然 我去山上捡一个好了 就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他每一次 真的是 可是一般来讲 对你说爸妈今天会 小孩还小的时候 也许会这样 可是后来 多多少少会有那种觉得 你赶快 像我妈都觉得说 你同学都解两次了 你难道不能 你没有跟他讲 他把火扣打用掉了 他说你同学都解两次 难道你一次都没有解 你没有觉得这样子 很快 可是苏妻像一般父母 应该是这样 通常是这样 他就是巴不得你现在 赶快解 对 像您这位碰到的这个 而且惠敏 最麻烦的是什么 他给你真的叫 一哭二闹三上吊 对 他不吃不喝 给你搞到重度忧郁 是 哪个子女能够承担得了这样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说很清楚 因为我觉得人 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要为任何 另外一个人而活 好啊 你不要吃啊 你不要吃啊 饿死算了 我会跟他讲说 妈妈你有你的人生 假设说 你像我们用一百岁来算 假设妈妈现在已经七十岁好了 你剩下三十年你就走了 那你走了之后 我后面还有 至少孩子一般都会多二十年 至少 那我怎么办 我的人生怎么办 你都看到你的人生 那我的人生怎么办 我觉得孩子要很坦诚的去说 他自己的一个状态 一般人担心情乐的事 他都怕那件事会成真 对 你就不要 你就 没关系 你大声的说 大声的说 生病就要去看医生 一般人担心情乐的事 他都怕那件事会成真 对 你就不要 你就 没关系 你大声的说 大声的说 生病就要去看医生 所以呢 我觉得看到已经是犹豫症 犹豫症就一定要去用药啊 但是我跟你说他真的是放不下 因为其实你刚刚讲这些 我那时候第三次的时候 我已经去帮他讲了 而且我还跟他说 恶婚也不见得不好 像我们很多都是下一个男人会更好 不见得不好 然后讲都讲过 然后重点是他后来就很下心来 就真的不理他 然后就让他恶 结果人家他就讲了 他妈妈就说 我感觉我也是人生快走 因为我不能担心你 他就直接讲我不能担心你 他让他成功 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画界线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你一旦画了界线之后的最坏结果 你要能够接受 那如果你不愿画这个界线 的最坏结果 你也要接受 那像刚刚这个案例的话 他妈妈请了他成功了 所以他妈一定会继续使用 当然 一直到这个策略无效 他才会换 所以我真的会建议他说 他眼中如果他妈妈永远是第一顺位 他永远是第二顺位 那他就继续这样 可是如果他真的想为自己活一回的话 他要把自己换到第一顺位 他妈妈换到第二顺位 有没有妥协的方法 一定有 OK 我不知道 他妈妈如果下次再这样 对 当然就是玩笑话 他妈妈再这样的时候 他就在网络上面 或者在那边看资料 他妈妈就在那边想 我再看哪个塔位比较好 他妈妈就觉得你太狠了 原来你这个红线画得这么明显 算了 这个看来这招没有用 可是我要先讲 我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 被我的家人勤的 就是这种勒索 道德勒索过 可是我真的做到 就像你讲的这样 我是真的就划去 你怎么划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就是 大家都知道 我小时候就欠很多赞 因为后来我也反目 我就觉得我活到三十岁 我的存款部 还是只有四位数 我一个月要做五份工作 我到底为了谁 我也跟我妈妈讲说 我不愿意再为这两个 家里这两个男人的坑 一直挖 我就说这个线就这样划去 我就真的 我觉得当你化气内煞的时候 你真的海阔天空 对 可是问题是我朋友 他就说 他万一他妈妈真的去死 你知道我就跟我妈妈说 妈妈我跟你讲 如果我只给亲人三次机会 其他人只给一次机会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 那我就在台北不会回来 不过刚才 惠美有特别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那个所有做与不做之间 那个后果自己要评估完 对 你要承受得了 最后出现的结果 对 因为如果真的发生 最糟的那个结果 你可能会被所有的人骂不笑 可能会所有那些 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些 那如果没有办法 你红线画不出来 那就你要付出自己 你就自己的一辈子要付出去 他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OK 可是一般来讲 你说长辈对晚辈 叫秦乐也好 他是付出了一些钱的代价 他觉得你应该要回馈我一下 不管是什么一些理由 他背后 刚才其实会没有讲 有一些人也许还是会有养儿防老 OK 好 现在社会 你就算两性平全一点好了 不管叫养儿养女防老 他都会觉得我要给小孩要防老 静语 真的要养儿防老吗 或是他觉得还是我 应该是把我自己的资产或房子 或是我要留点钱防老 可能会比养儿养女防老要更好 养儿防老 这句话要改成养老防儿 对 养老防儿 现在有很多人是这样 对 或是养老别凡儿 别凡 或是你干脆养房养老 像我自己有个朋友 他是爸爸妈妈原来在高雄 那他就是把高雄资产处理掉 因为他小孩在台北工作 他就说 那我们就在台北北部附近 你看到处找 他们有逛过养生村 最后找到阳明山的老人公寓 然后他们就把高雄的资产 等于房子什么 他就等于卖掉 他就等于是搬到老人公寓去住 一来是说跟子女接近 子女其实也方便探望 不然你想想看 坐高铁回去这样来往 真的很累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也是可以互相照顾 那我觉得是一个方法 就是大家有房子 就是说你有房子这件事情 你先真的不要想说 我要给小孩 我要买几栋 小孩每个人都要有 我觉得父母真的想太多 太辛苦了 你要多想点自己 对不对 你就想这个房子 我留的是我自己养老用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再来是我们刚才讲那么多 前面有这些故事 其实我说真的 你要给小孩住可以 我觉得你就是收租金 就跟小孩讲清楚 跟小孩收租金啊 对啊对啊 干脆要不然你别给小孩 你就租给陌生人 收租金啊 租金就是现金流 那就是零用钱 是不是 那你如果跟小孩 你就跟小孩讲清楚 说你够贱嘛 对不对 你补贴我一点 帮你带带小孩 你也可以补贴我一点保姆 对啊对啊 要不然你找保姆 还是要花钱啊 对要花钱啊 那父母就父母一定好好 照顾你小孩啊 对啊对啊 还可以帮你保管房子 对我是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很多房子 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那当然也是可以活用的 所以只是这句话 这个观念 而防老这件事情 这个观念真的拜托大家 一定要改掉 不要再这样子想了 多想自己 一般来讲 我们讲说好人 到了退休那个年纪 书卿 一般分两个 一个就是你的钱 到底够不够 财务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你的身体 够不够健康 因为这两个也是互相的 如果你身体不健康 你的财务再多 大概也会被拖垮 好 那这两件事情 我们先讲 包括钱 不管你是有一笔退休金 或是你本来 就有存了一些的钱 这时候一个是 怕钱到底够不够用 现在社会更怕被骗 是 有很多人专门找老人下手 是 而且所以这个时候 只要家里的有线电话 响起的时候 我们都想说 有线电话 有线电话 有一点点年纪的长者 才会去接室内电话 对 然后每次 现在室内电话接起来 想说 这边是要被骗 可是问题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防渣意识 刚刚说 为什么不是 只把钱存着自己用 因为他们有时候 希望用那个钱去 换一点关系 我觉得就像跟 有些阿公阿嬷 三不五十五 你就带那个上来 对不对 带孙来 孙来就给他钱 因为就觉得说 我好像这样子 可以换到什么 他们会觉得来我这边 更勤快地来 或更愿意跟我管 那如果不是把这个钱 拿去跟子女或孙子 换关系 有些人就想 那我就是在老来 可以有没有其他的好的 运气可以来 那比如说这个 这其实他之前 是一个远景 那远景退休以后 大家一定想 远景什么没看过 对不对 这些在社会市 他什么都没看过 诈骗跟他来讲 用眼角于光 就知道是不是诈骗 就是这个退休远景 然后退休之后 就开始去 有一次去那种卡拉OK 我发现卡拉OK店很多 后来就遇到一个女生 两个就开始唱歌唱歌 觉得这日子也蛮有趣的 然后就互相换了LINE 那互相换了LINE之后 就发现这女的 常常用LINE上 跟她嘘寒问暖 真的好像很谈得来 而且还很关心她 觉得人老了爱情还是会来的 是 对就觉得一定是爱情 好 开始虚寒问暖之后 开始了 就会开始诉苦 最近这个 他其实之前有信贷 那因为信贷你也知道 信贷的利率很高 对然后他就发现说 因为现在如果再脚不出去 可能这个要被查封或干嘛之类的 然后生活陷入困境 那这男方就觉得那真的应该要帮她 因为好不容易人老等到爱情来了 怎么可以让她走掉呢 于是就决定去银行 就是把这个200万领出来 然后他去到银行的时候 这行员真的 现在的行员连领10万 他都要问你知道吗 何况也要领200万 最主要是他200万 马上要汇到另外一个账户 所以对方银行员就问他说 你要干嘛 你知道吗 他自己还铺隆银行员 一开始就说不知道是要汇给表妹 表妹什么 然后又三不五三 一直被吃吃呜呜 想要转移交点 后来他们终于跟他说 你这有状况啊 怎么可能 然后帮他查就发现是诈骗 那我觉得这个案例 让我们最觉得 原来第一线的园景 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当你渴望跟人有一些关系的时候 你还是可能陷入那个粉红陷阱里面 所以这个真的讲起来的话 当人到了一定年纪 当他需要关系的时候 可能什么新房都会卸下 当有人对你虚寒问难的那个时候 你突然对 你讲对 或换一个角度吧 不管有没有子女或什么 你有多久没有关心过老人家了 这时候他当然容易 所以会有那种例子 宁愿到最后他 宁愿把钱给照顾他的外傭 给照顾什么什么 他就是不要给你们 因为你们根本没有人照顾过我 反而最后钱照顾我的是他 会有像这样的一些例子 所以会不会真的是因为这个样吗 就是因为人到了那个时候太需要关心了 这时候只要有人关心我 什么都OK 不管他的 他有多少专业知识 还是要回归他是一个人 那凡事人都会有一个基本需求 对 然后这基本需求 因为年纪越大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舞台 所以他生活没有重心 没有成就感 然后也会寂寞 他的朋友越来越少 所以这时候他需要人家这关心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那这时候如果说他周围都没有人关心他的时候 然后他 其实他是自己去安排活动 所以他才去KTV 然后那边认识一个女生 然后那女生就开始 就是示好嘛 然后示好之后 他的恋爱脑就开始启动 只要恋爱脑一启动 不管你几岁 不管你是多么是丰功伟业的人 恋爱脑一启动 你的理智就不见了 那眼中只有对方 那你是对方 你就知道英雄我要保护他 我要为他好 要做任何能够让他开心的事情 所以他会这样 这是可以被理解的 可是你知道 那这个是因为恋爱的恋爱脑启动以后 它会产生很多像这样一些事 是 人家其实我们处理过很多 如果你只要当律师处理过诈骗的那案子 你会发现那种手法 每个人看了都会说这你也信 就像你现在在网路上面 你随便去翻 我们已经在节目讲过八百次了 那些什么财经名嘴 那些所有的人说叫你来投资的 告诉你有一支股票多棒 那种一飞冲天 然后告诉你那什么的 那那个不用问 全部都是假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就是容易被骗 我觉得会被骗的人 他都一定自己有一个心理 就是我认为我自己不会被骗 我觉得会被骗的人 他都一定自己有一个心理 就是我认为我自己不会被骗 来找到我们律师的 我最终只有一个结论 那个再怎么样离谱的手法 不管是爱情诈骗 投资诈骗 各种五花八门的诈骗 他都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他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是 钱都已经汇款汇出去 然后已经要去贷款了 因为诈骗集团 其实他们现在的手法 是蛮厉害的 不可能一开始直接跟你说要投资 我们那么多案例 我看过最夸张的是 他培养了一年多 每天跟你聊电话 不管是爱情什么也好 那个人他非常有钱 那讲白点 他黑白两道也都很熟 他自己也认识一些诈骗集团 他觉得我不会被骗 我还以为他自己是诈骗集团出神 他觉得我不会被骗 他也认识 他也知道一些案例 可是他就是每天聊 聊了一年多 最后有约出来见面 有发生一些关系 然后就被转了一千多万出去 那这个其实根本拿不回来 那他后来醒了才发现说 为什么人投资夭夭的才 不过这个人 这个前面投资也够久了 他发了一年多 要不就这样 之前我有听过社局两年多 但他转的是两亿 我 这个投资报酬率更高 这个比康这个还要高 而且他不只一个人演戏 他是有个群组 就像有 他还有其他那种 负责那种Sakura-san 而且他真的就是社局到完美 你到两年才能骗这么多钱 我刚刚讲的这个 我们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 那个捐赠资料里面蛮明显的 那个大概半年而已 他最厉害的是 就是加入刚刚小五哥所 所谓的诈骗投资群組 什么陈文谦 张忠谋 全部都在里面 那我告诉你 诈骗集团厉害 就厉害在这边 他利用很多心理战术 他看了他你一些投资 每天财报都很漂亮 要投资 他拒绝 拒绝 他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先跟个十万 二十万 拒绝 一直拒绝 你要我都不要 然后每天给你看 我多赚多赚 然后大家里面轮流发言 我今天又赚了一百万 就到了半年 他又在询问嘛 人总是会有那种 想要赚钱的心理 然后我又有点闲钱 然后因为他在跟你聊的过程中 他会知道你大概有多少 有多少 聊到最后他说 好啦 我慢慢你十万二十万 慢慢跟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出金 怎么样 可是最后面 那个也是五六千万 就不见了 动辙 现在的人是怎样 动辙开口就是千万以上 然后亦来亦去 可是平常你讲 我讲说长辈 非常重要一点是 第一个 自己的下半辈子 那不要都只想着 孩子的那一部分 一定要留一些字 我们在节目讲了很久 不管你是留房 留一些钱 要让自己的日子要过得好 第二个 更重要一点 健康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健康一件出了什么状况 你留了再多的钱 搞不好都会被自己这些拖垮 更何况 立法 你知道现在小孩照顾长辈 如果要是他真的身体上 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那是经济 心理 身心各方面 说实话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其实我是还蛮幸运的 就是说我爸爸妈妈都是急性期 然后就走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 那我公公也失智 虽然那一段期间三四年照顾他 搞到有一阵子很辛苦 可是你知道我要回忆的时候 跟大家讲 就是说不要说你自己有没有生病 我光是我怀孕 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我公公刚好是血糖低 然后在医院的时候 要观察 没有一个人 大家都很想帮忙 你知道我没有说他的小孩怎样 是真的小孩都很想帮忙 但是他就说 可是他昏迷跟睡觉怎么区隔 好像也是对 只有护理人会 那没办法 几点要叫他起来 要叫他吃 要不要给他吃呢 好像也是我对 好吧 那你们就全部回去 然后婆婆八十几岁 那个床那么小 对不对 好像叫他躺也不太适合 好吧 你去 然后老公高血压 好像躺了隔天血压更高 好像这样吸鼻子也不高 好回去 然后大伯呢 叫脚不好 好好回去 通通回家 什么剩我 对啊 变我顾 接下来就是 失智的时候 他会挥啊 会怎样 然后公公就是一下要睡一下不睡 半夜就是把冰箱打开 在那里走来走去 儿子说 他火气都来了 怎样怎样 然后老公说 这样子整晚不睡 他跟你怎么上班 好像都对 那最后是谁照顾 好像我耶 因为我上轮三班 我什么都可以睡 白天也可以睡 下午也可以睡 晚上也可以睡 而且孕妇很会睡 好像可以耶 你知道吗 我就是觉得说 照顾这些 其实最怕就是这个 那最想要享受 享受一点我要讲 为什么我们不想跟长辈住 或是不管是公婆 或自己的父母 你知道吗 我好不容易等到放假 可以睡觉 你知道对我来讲 最痛苦的一件事 起床吃早餐 我真的不想吃早餐 他真的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他一定要你吃早餐 他要吃 但是他不会说是他要吃 他是怕你上班辛苦 所以下次叫你起来一起吃 他是为了你上班 但是我说 妈我真的不是很想吃 也说没关系 就坐会吃这些更快睡 通常我好像没有到这么厉害 醒来吃完还睡得着 所以这是对我是一个压力 然后买菜也是 他一定要去菜市场 鱼要摸 菜要用 然后他问我这什么菜配什么 对我一个不会煮菜 我终于会煮泡面加鸡蛋的人 你知道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连菜跟鱼都分不清楚 你要我去买这个 我就是一个痛苦 所以你说我跟他住 那段期间是省很多钱 可是我真的宁可 后来我就自己搬出去住 那因为真的照顾起来 包括长辈的一些 更不要讲说到了失能 或失失这些很多的状况 光三不五十跑医院这件事情 说实话你只要照顾过家里面 三不五十要跑医院这些事情 我不是说大家要去抱怨这件事 而是在讲说真的 一个健康的身体 真的非常重要 要不然的话你让所有的孩子 光你看上班的时候 谁陪你去 然后到医院去 尤其年纪如果再大一点 搞不好连跟医生讲病情状况 什么都不见得 能够描述得很清楚 那你又要晚辈陪着去 这些 恒家曾经照顾过爷爷 爷爷是 对啊 我爷爷后面是失智失能 就是中风的状况 那其实我觉得 照顾爷爷最大的 因为现在政府都有所谓的长照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有符合 把事量表符合请外用的资格 那其实相对的减少时间的负担 那有当然是需要花费 这是一笔成本 那我觉得最大的是心理压力 那我爷爷 而且那个时候那种状态 是刚好是在我要 我记得很清楚 是要在我考律师的那个时候 所以我变成要一边念书 然后一边要去照顾他 那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在这方面好像目前的政府 还没有一个可以协助这个家属 去做这后续的一些心理上的辅导 人家刚刚已经讲到 一个是金钱上的负担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惠敏 那个心理压力 不是当事人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真的很累啊 最怕的是什么 他送到医院 不知道是哪个原因 不知道去看哪一科 然后那大家都有工作 那临时被送进去 你一定是大家要协调时间 那你协调时间到那边去照顾之后 那老人家又闲说这个怎样 那个怎样 然后病床谁吵 然后那个护士不喜欢 或者说排一个检查排那么久啊 然后最糟糕的是什么 医生已经开处方了 说你要用什么药 我不要用 我的肾不好 那你怎么办 长辈他自己当医生 然后不吃药 或者说拒绝医生的治疗 然后或者是医生说 在等报告的期间 他就开始说 万一我怎么样的话 怎么样 然后就开始哭了 而且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是 家里面如果要人多的话 这时候很麻烦 主要照顾的那个人 动不动就要担心别人 会不会来说三道四 对 如果要是这时候 老人家又喜欢告状 对 他可能每次都讲说 对他都不知道 他叫我去看的那个医生 或他叫我吃的那些药 我都不知道 什么什么什么 或是他如果身体 老人家毕竟身体 会慢慢慢慢的 越来越不好 对 他只要有一点不好 旁边其他的兄弟姐妹 或不是主要照顾的人 来一看就这样 你到底怎么照顾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对 好好的一个人当初 你不知道那个过程 到底发生了多少一些事 不用去管那么多 因为那些三姑 三姑六婆吗 就是那些 关心长辈的那些人 他们其实是局外人 但是因为他们关心 那他们又没有参与其中 不知道整个过程来龙去脉 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照顾的人力调配 还有时间跟精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这时候我都觉得 不需要去解释 那要做什么 笑笑说 好... 我知道... 我以为你会讲说 那时候只要笑笑说 来 你比较好 你来 好不好 谁有本事 谁来 那这时候 如果谁愿意要来 坐这个位置 我都乐见 好不好 那我就站在旁边 那有什么需要交代 你来当这个位置 因为真的主要照顾的人 不管是失智失能 或所有的 你不是真的在照顾的人 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那个过程 所以能够真的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但是记住 不要出嘴 对 出嘴是最麻烦的一件事 那你说老人家的很多这些 如果真的要照顾 好吧 换一个角度来讲 静宇 到了有年纪的时候 你才突然想到 我今天看《真诚有词》 告诉我说 要有好的健康 好 我现在觉得健康还OK 但我突然回头看一下 发现 我没有存这么多老本 那怎么办 那我现在开始要存老本怎么办 有些人看以后会变成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有恋爱 要有财经脑 要有理财脑 我觉得如果 如果大家还有工作的话 我建议大家不要想要什么 提早退休什么 我现在好累什么 我觉得可以工作继续工作 因为现在最新的报告已经显示 这个全球的愚民已经到了 应该都八十几岁了对不对 现在台湾都八十几岁了 对啊 那所以退休年龄 从六十五已经提高到七十五岁 那因为现在医疗也发达 所以大家身体状况 如果还不错的话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 你要继续工作 OK 还是可以攻击你 这是基本的生活 然后当然你不要什么 留给小孩什么 我拜托大家 不要一直想小孩 就是这个钱呢 是留给自己 所以你存也好 我真的觉得你去定存都没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你存也好 第二个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可以利用 因为现在我刚才讲余命很长嘛 所以你五六十岁 其实你还是可以利用定期定额的方式 像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台股啦 你去找主动式基金 共同基金 大概平均超过二十七年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数字呢 因为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 因为刚好我刚入行了 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 从这里开始历经多少风暴 小五哥你知道吗 对 亚洲金融风暴 然后网路泡沫化 金融海啸 雷曼 对金融海啸 然后你看到疫情 疫情之前还有所谓的中美贸易战 对不对 还有很多很多就是一大川风暴 你想想看一个基金 他已经经过二十七年以上的考验 经过这么多风暴的碎裂 对 然后他的规模还越长越大 就是说他很稳定 稳重如山 就像现在大家说 ETF不要买很大的 规模很大的 天翼的不要买小的 所以同样的 你找这样的共同基金 为什么我要提共同基金 因为现在大家都被被动的基金牵得走 那被动ETF 我不是说他不好 而是其实你比较下来之后 你去找比较 绩效比较好的主动基金 其实他比被动报酬率还要高 所以你想看 那你现在如果还有五十几岁 你就把时间拉长 比如十年二十年 那你其实还有很长的时间 可以存钱 因为你说你没有钱 那你就还是用定期定额小额的方式去存 当然投资商品是很多 什么公司债 就是说你刚好已经有一笔钱了 其实你可以放那些优质的公司债 这样子的基金 我讲的是真的优质公司债 就像我们台湾台积电这么好的公司 其实你不要去买什么美债 什么那个美债 那个长债 美债二十 因为那个跟着利率波动太大 所以你去买一些好的公司的公司债 其实他是有一个稳定收益 我要提醒大家 不是保证收益 刚才讲那个诈骗 诈骗最喜欢用什么 高息 保本 保证收益 就跟你讲这三个话说 还有什么比定存高几倍 如果有个人跟你讲话 拜托 你不要买 那一定是骗你的 来恒佳最后可不可以简单告诉大家 如果在法律层面 想要为自己的后半辈子 能够某种程度做一些保障的话 会建议什么方法 我觉得大概分两个层面 一个财产层面 除了刚刚财经老师讲的以外 我觉得就是可以去做一个财产的信托 把自己的财产做规划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刚刚那么多案例 就是晚辈在照顾我们所谓长辈的时候 尤其是他在卧床失能 其实有些东西很难去下决定 不管是要不要救啊 契切或是一些种种的医疗行为 那其实现在有所谓的医疗决定书 可以长辈自己 就是当事人自己 他可以先跟医院这边去签决定书 可以说我未来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要不要做急救或什么样的处置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 不管是所谓的长辈 或是儿子也好 都是双方的保障 第一个儿子就不用再为了 是不是要做这些事情 犹豫不决 造成心理很大的压力 那第二个是长辈自己 这也是尊重他自己的决定 如果你是以前照顾过一些的长辈 不管是在健康方面 或是有担心过他财务的问题的话 现在当你自己年事慢慢渐长的时候 你会不会希望 当你自己到了大概差不多 或者快退休的那些年纪的时候 你不希望你的晚费 也陷入到你以前那些状况 不管是在健康方面 不管是在财务方面 所以有句话告诉你 永远不先晚 现在开始 包括好好照顾自己 包括在财务上面 做出好好的一些那样的规划 让自己有个开开心心 快快乐的晚年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的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的收看 郑正永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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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